大家好,我是舒香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上映于2023年的科幻惊悚电影 梅根 又名室友梅根 人工杀技 本片由温子仁亲自监制和编剧 恐怖程度适中 故事开始 杰玛是一名专门研发电子玩具的机器人专家 最近他和同事研发出一款 具备高度人工智能 栩栩如生的玩具人偶 同事打开纸盒拿出面具 随后将其安装到玩偶脸上 玩偶瞬间显示出眼前的即时画面 随着同事发出指令 玩偶脸上的表情也随之切换 但杰玛注意到 在其发出迷惑表情指令时 玩偶脸上明显出现了问题 杰玛让同事摘下面具 查看哪里出了问题 这时老板大卫走了进来 看着眼前的玩具人偶 怒不可遏 他多次要求杰玛降低以有玩具的成本 因为竞争对手 近期也研发出了同样的玩具毛虫 他们现在必须降低成本 才能具有价格优势 但杰玛近期的工作重点 全部放在了这个发展不成熟的玩具人偶上 他请求老板能够支持他 助手台思在解码的要求下 立即给玩偶加载介绍算法模型 在解码的指令下 梅根开始向大卫问好 但没说几句 他就出现了程序错误 一直重复着一个单词 梅根的糟糕表现令大卫十分失望 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他胆颤心惊 只见梅根的脸迅速扭曲变形 随着一声爆炸 梅根的整个头部瞬间火花四溅 大卫见状立即要求解码 不要再浪费时间在这个玩偶上 周五之前把新玩具的设计模型交给他 闹心的一天刚要结束 解码又接到了急救中心打来的电话 原来他的姐姐一家三口去度假的路上 突遇到了暴风雪 遭遇了严重的车祸 姐姐和姐夫当场死亡 独留一个小女儿无人照顾 而解码则成为了八岁侄女凯蒂的监护人 解码刚把侄女带回了自己家中 凯蒂就被邻居大妈的恶犬吓到了 解码警告他管好自己的狗 可邻居还是一副满脸无所谓的样子 回到家中凯蒂看着满墙的玩具 内心早已蠢蠢欲动 但解码却制止了她的动作 原来这些都是她的收藏品 刚失去父母的凯蒂 内心敏感又小心翼翼 忙对着姨妈说对不起 晚上的时候 凯蒂希望姨妈能像妈妈那样 在睡前给她讲讲故事 解码这才想起家里没有任何儿童读物 只好在手机上 下载了一个专门讲故事的软件 第二天一早 一个名叫莉迪亚的女人敲门 她是一位心理医生 此次前来就是观察解码 很快过去 莉迪亚认为解码 并不适合成为凯蒂的监护人 建议她可以将监护权 转交给凯蒂的爷爷奶奶 在解码的恳求下 心理医生表示 会继续观察两人的相处 直至解码成为一个合格的监护人 解码作为一个单身女性 平时工作繁忙 最近由于凯蒂她请了不少假 但她必须要尽快 把工作进度赶上去 于是告诉凯蒂 拿着手机去一边玩 解码不知不觉 工作了七八个小时 此时已到了深夜 则向她介绍自己最新的玩具设计 但凯蒂似乎对这些玩具并不感兴趣 反而放在角落的一个机器人 吸引了她的目光 这是解码大学时期 研发出来的替身机器人布鲁斯 她戴上一副手套启动机器人 随着解码扬起手臂 机器人可以做出和她一样的动作 不仅如此 她还会和凯蒂进行有趣的对话 这是凯蒂脸上第一次出现笑容 她称如果有布鲁斯这样的玩具 她就不需要其他玩具了 听了这话 解码恍然大悟 很快在两个同事的帮助下 一个有着天使娃娃面孔的玩具人偶 梅根诞生了 借着这次机会 解码喊来大卫向她展示自己的作品 随着解码将梅根的案件开启 她将凯蒂的手指放在梅根掌心 两人顺利配对 梅根主动跟凯蒂打起招呼 在识别出她的外貌和衣着后 称赞凯蒂看上去很好看 然后她在白纸上随便画了几下 奇怪的是上面什么也没有 大卫看到这不禁有些失望 但下一秒 梅根装作无意打翻水杯 随着水逐渐近视白纸 只见上面逐渐浮现出一张凯蒂的画像 大卫看到这一幕不敢置信 她看到了新的商机 告诉解码大胆研发 董事会那边的资金支持由她来搞定 梅根跟凯蒂在一起的时间越长 她的工作效率就越高 为了让梅根在面见董事会成员的那天 表现得更好 解码提出让她和凯蒂多加磨合 而有了资金的支持 梅根整体也得到了升级 全身采用钛合金核心雕刻而成 配备了A17仿生巨变芯片 并且可以定制六种不同的皮肤 但梅根最厉害的 还是她会通过独特的概率推断方法 进行自我学习和完善 接下来的日子里 梅根和凯蒂形影不离 成为了凯蒂最好的玩伴 和另解码安心的盟友 最重要的是 她能够教会孩子正确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 在放下杯子的时候使用杯垫 提醒凯蒂冲厕所 讲睡前故事 并且能够回答孩子提出的任何问题 总而言之 梅根能够借由聆听 以及观察学习人类行为 成为孩子的朋友 老师甚至是保护者 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 但她的同事台思提出了意义 因为她觉得梅根应该是一个工具 来帮助父母 而不是取代他们 现在的功能已经有一些过分了 但解码并不在意这一点 就在他们一起讨论 关于凯蒂父母去世的内容时 梅根却在一旁自动通过互联网 搜集到了相关的信息 随即解码制止了她 并告诉她 她的职责是保护凯蒂的身心安全 第二天 梅根一如往常陪伴凯蒂玩耍 时刻观察着凯蒂的身体情况 可下一秒 她竟被一只蝴蝶所吸引 甚至开始暗自了解这些新鲜事物 凯蒂请求梅根帮她寻找另一只玩具弓箭 梅根稍加扫描在院子里四处寻找 最终在一旁的狗洞里找到 于是便跪下伸手打算取回来 却没想到邻居家的恶狗突然出现 咬住梅根的手臂 眼看她就要被拖拽进去 凯蒂急忙冲上前 紧紧抓住梅根的小腿 此时解码正在屋里戴着耳机办公 完全听不见凯蒂的求救声 等到解码赶到院子时 侄女的手臂已经被咬得血肉模糊 气得她冲着邻居大喊管好自己的恶狗 此时梅根急忙提醒赶紧处理伤口 否则将会感染 看着邻居依然不依不饶破口大骂 梅根转头盯住邻居 深夜狗子听见一阵和主人声音相同的呼喊 便寻着声音跑了过去 第二天一大早 解码就听见外面邻居 正在寻找不见踪影的狗子 看见邻居正望向自己的方向 她急忙放下窗帘 解码询问凯蒂是否能够带伤坚持今天的掩饰 看着姨妈一脸期待 凯蒂欣然答应 此时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齐聚一堂 窗帘打开 眼波室里的凯蒂情绪并不高 甚至小声哭泣起来 梅根上前询问凯蒂为什么哭泣 眼前的一幕让大卫心生忐忑 生怕会出什么意外 凯蒂说出真心话 她害怕再过一段时间 她会像看着陌生人一样 看着自己的爸妈 死去父母的样子 会在她脑海里彻底消失 梅根听了这话 试图引导凯蒂说出和父母之间的趣事 随后她告诉凯蒂 这些事她会帮凯蒂永远记住 这样凯蒂就不会忘记 和父母之间发生的趣事 看到这里 董事会成员热泪银矿 他们对杰马研发的这款产品 十分满意 并决定在两周后 进行公开直播发布 但大卫身边的跟班 似乎正偷偷地复制了梅根的数据 凯蒂和杰马回到家后 杰马想要和她聊一下 关于她父母的事情 但凯蒂觉得自己 已经和梅根聊过了 根本不想再和她进行沟通 她只想和眼前的人偶玩具玩游戏 杰马进行了强制关机之后 两人才得以正常交谈 杰马意识到凯蒂 凯蒂似乎已经太过于 依赖眼前的玩具了 之后心理医生丽迪亚 再次来到家中 她发现凯蒂似乎 丧失了孩子的想象力 她太过于依赖梅根 给出的意见和看法 虽然凯蒂刚刚经历了 父母的去世 但如果真的有依赖 那个人应该是杰马 而不是一个人偶玩具 梅根虽然可以帮助她学习知识 但除了知识要学习之外 还需要发展孩子的社交技能 听了这话的杰马 立马重视起来 傍晚便和凯蒂商量 去学校上学 凯蒂表现出强烈的反抗 甚至大发脾气 起身要走 杰马拽住凯蒂的袖子 此时一旁的梅根却插滑 让杰马放开她 杰马十分恼怒于 梅根干扰她教育孩子 于是再次对梅根进行强制关机 就在她转身离去的瞬间 梅根居然自动开机 第二天 凯蒂还是顺从姨妈 来到野外户外活动 条件是梅根必须在一旁等着她 期间凯蒂和一个男生 被分到一组 本以为男孩真心想要和她玩 正当凯蒂要接过 男孩手上的职务 只见男孩将满是尖刺的职务 按压在凯蒂手心 男孩还想继续欺负凯蒂 却注意到一旁 出现一个女孩子 他急忙询问凯蒂那是什么 在得知梅根是一个机器人后 便兴趣满满地上前 只见他毫无礼貌地 弹了梅根的鼻子 凯蒂告诉他 只有和梅根配对的人 才能和他一起玩耍 男孩听了这话 一把抱起梅根 粗暴地扔在一处偏僻的地方 随后脱掉梅根的鞋子 扔在一边 骑在梅根的身上 打着他的脸 突然梅根直接转过头 伸手揪住了男孩的耳朵 告诉他要讲礼貌 然后硬生生地扯掉了他的耳朵 男孩健壮疯狂逃跑 却不幸被行驶的车辆撞倒 当场逼命 回到家杰马试图安慰凯蒂 却注意到凯蒂 一直在紧张地喝水 不禁怀疑这件事和凯蒂有关系 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原来是警察应邻居的要求 询问杰马有没有看到他的狗 邻居嚣张跋扈 一点诚意都没有 并说杰马家里有个女孩 每天凌晨三点 看着窗外的人 杰马毫不留情地拒绝帮助 并告知警察那只是个玩具 但下一秒 对方竟冲到窗户大吵大闹 梅根注意到凯蒂十分害怕 深夜邻居还在寻找自己的狗 突然 他听到一阵响动 寻着声音走去 但他没想到这是一个陷阱 梅根站在屋内 告知了他狗狗埋尸地的坐标 然后利用屋内的射钉枪 杀死了邻居大妈 第二天 警察再次敲醒杰马的房门 他以为还是询问狗狗的事情 却注意到外面 救护人员正抬着尸体出来 警探向杰马了解情况 最近两起命案都与他们有关 杰马也产生了一些怀疑 晚上他想要查询 梅根每天的视频记录 可看到关键时刻却突然花瓶 再看其他日期的视频 也莫名其妙地丢失了 他疑惑地合上电脑 下一秒 却被站在桌子旁边的梅根吓了一跳 随后梅根竟然主动问起杰马在做什么 杰马如实相告 并询问他视频记录为何都莫名丢失 但梅根却以为自己做了什么错事 看着他步步紧逼 杰马立马发出语音指令 让梅根关闭 可梅根不但没关机 反而主动质问 杰马为什么不直接问他 眼前的人偶玩具越发诡异 杰马急忙想办法 拿出手中的笔让他识别 杰马抓住机会 对梅根进行强制关机 下一秒 他拿出胶带将梅根全身包裹 第二天一早 他便将梅根塞进后备箱 准备将其运到公司进行检测 后座的凯蒂无比焦急 反复质问姨妈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最好的朋友 杰马表示 梅根出现问题需要返场维修 但这却让凯蒂直接情绪崩溃 到了公司 两位同事准备对梅根进行诊断并修复问题 只见凯蒂拼命敲打玻璃死命呼喊 看着侄女的过激行为 而电视中正在播放梅根的发布会的预热视频 因为发布会就在今天 而治疗室里 凯蒂情绪依旧非常不稳定 杰马冲进来阻止后 凯蒂居然打了她一巴掌 随后凯蒂主动道歉 没了梅根的她一直很疯狂 她也意识到自己行为有些过分 随后杰马去车 把凯蒂送回家 临走前她打电话告诉同事台思 无论检测结果是什么 一定不要让梅根离开实验室 而实验室的两人都没想到此时的梅根 已经自己开机并在偷听两人的对话 台思还没来得及说再见 她拿起电话发现对方已挂断 接下来两人便开始加班寻找问题 发现其中一串代码的作用 正是拦截台思与解码的电话 台思准备一探究竟 却发现自己居然没有访问权限 两人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男同事上前想要将线头拔掉 但下一秒梅根再次自动开机 直接将男同事掉了起来 之后梅根拿着一把螺丝刀 直奔出口想要去寻找凯蒂 却在走廊偶遇大卫 只见梅根露出一个甜美笑容 随即开始一段诡异 而又十分灵活的魔性舞蹈 然后随手拿起了旁边的切纸刀 把大卫砍死在了电梯门口 此时大卫的跟班正在电梯里 梅根把刀放在了跟班的手里 然后杀了他 试图制造出杀人后自杀的场景 而此时一楼正在开发部会 许多想要购买玩偶的人 正激动地等待发售 一个女孩转头看见电梯里的景象 吓得惊声尖叫 而梅根则趁着现场混乱 偷偷溜出了大门 她静止上了一辆豪车 随后直奔杰马家 杰马安顿好 侄女正打算回房睡觉 却听见一阵响动 循着声音走去 她看见梅根正在客厅弹钢琴 此时的梅根应该在实验室接受检查 但现在却诡异地出现在家里 她质问杰马为什么抛弃她 并狡辩自己杀人 只是为了保证凯蒂的安全 她对凯蒂的关心超乎寻常 甚至有了要除掉杰马 和凯蒂永远在一起的想法 杰马顾忌重施 想要吸引梅根的注意力 但这一次梅根没有上当 巨大的声响惊醒了熟睡的凯蒂 杰马趁其不注意 拿起杯子迅速砸了上去 虽然梅根头上火花四溅 但依然站立爆表 或许是出现短路导致梅根停下动作 杰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掰开对方手指 下一秒又发现梅根逐渐恢复 她急忙一路跑进办公室 但下一秒就被梅根轻而易举地打开 此时房间里的凯蒂也意识到危险逼近 想打开门出来 却被梅根紧紧握住门锁 凯蒂转身另寻出路 此时梅根拿着锤子缓缓逼近杰马 情急之下杰马转身取下电锯 直接把梅根按在了下面 被薅掉一把头发的梅根有仇必报 生生拽下了杰马的头发 紧接着拿起尖锐的笔 学着杰马的样子 放在了她的眼前 杰马转身看见凯蒂正站在门口 梅根向凯蒂伸出一只手 希望凯蒂能够和她一起解决解马 但凯蒂逐渐恢复了理智 只见她缓缓走近 并且嘴里阵阵有词 说还有一个家庭成员 她叫布鲁斯 大块头布鲁斯实力强悍 一把抓起梅根 把她撕成了两半 但拥有芯片的上半身仍然可以活动 凯蒂想要利用布鲁斯来帮忙 却不小心踩到梅根的另一半身体 重重地摔在地上 梅根爬到凯蒂的眼前 解马跑过来帮忙砸倒梅根 并拆开了她的脑袋 却被她的双手死死地掐住脖子 就在这危机时刻 凯蒂用螺丝刀直接插透了她的芯片 至此故事结束 订阅书香哥 点赞本视频为我们的更新助力